图集共享平台经济新机遇成都向全球释放投资机会 12月16日 2021中国平台经济大会 继第11届移动电子商务年会 在成都首座万豪酒店正式开幕 本次会议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省商务厅主办 成都市商务局、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承办 自2011年创办以来 一年一度的移动电子商务年会 已经成为全国电子商务领域颇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之一 见证了中国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 今年的会议再次吸引到业内大咖齐聚农程 就行业趋势展开交流和碰撞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明涛 阿里研究院新消费和数字商业中心主任安林 浪潮集团副总裁徐宏伟 优连资本董事长王孝华 快手电商华中大区负责人于国亮 制成产荣 投资董事长行杰等行业大咖和四川文宣在线 连连周边游等本土领军企业代表道场 围绕创生品质平台乐享数字消费的主题 共化新电商、新消费、元宇宙等行业最新趋势 此次会议恰逢多重国家战略机遇 正在成都重叠交汇之际 优良的发展环境释放出巨大的城市红利 会议期间 成都市平台经济 即电子商务新消费场景 100个机会清单发布 多城联动共同发起城市电子商务合作伙伴计划 会场为企业搭建招引对接平台 推动数字消费平台资源与城市发展机遇的共享 助力成都加快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接下来